大发凉回来 等会咱们做一个好吃的那个 红烧鱼头 然后再烙几个葱花饼 那个葱花饼特别松软 特别大 六斤多来 把这鱼刷干净 然后把黑膜给刮干净 这个材料已经准备齐了 然后我现在来把这个鱼头给处理了 这是准备的面 大鱼头 哎呀 我爸说 还有十几斤的那种 今天没买的 我们今天就需要这一个鱼头 从那个鱼的背部下刀 然后把鱼头给劈成两半 然后现在再给洗一下 然后放点葱放点姜 然后再放点料酒 给抓一下 给这鱼头腌一下 我们来处理这个葱花饼的面 然后准备白面 然后用汤开水给炭一下 然后在小条里面加一点点盐 看见面多软 就这样是正好 这个面啊 差不多给揉 揉光了 然后就给这边饧个二十分钟左右 我们现在来切一下 这个鱼的配料 这个切一块五花肉 五花肉等会做鱼肉 放一点 就是比较香 再切两颗葱 等会给它炸一下香味 然后再切几片生姜 然后这个大蒜吧 然后从中间切一下就可以 不要切的太碎 现在这个腌过的鱼嘛 然后把上面材料给弄过去 然后给裂一下水分 现在就来做这个鱼头了 热锅倒油 油稍微多一点 因为那鱼头特别大 稍微烧一下 然后就可以下鱼头了 这鱼头就可以下去了 稍微放弄一下 这下面稍微多煎一下 这个鱼头太搭了 鱼头一面煎透以后 给它翻过来煎另一面 然后这个煎鱼不破皮 那个小技巧嘛 就是鱼生一定要干 然后锅里面可以弄生姜擦一面 这个鱼头已经煎好了 然后现在就可以给盛出来了 锅热少倒一点点油 把这个五花肉 然后给放进去 五花肉油给炒出来以后 然后颜色焦黄的 然后给盛到那鱼一边 等会待用 那个五花肉挑出去以后 把葱姜蒜放进去炸香 一小炒 然后这种豆瓣酱 然后小火给炒出红油 放三个辣椒 一个八角 然后爱三十粒的发椒 我们这边 然后炒里面加入开水 我们现在来调一下 等会那个鱼那个料汁 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料酒 再来一点蚝油 蚝油烧这个鱼比较鲜 来个小半勺就行 点点盐 其他材料里面盐已经够多了 半勺那个橙醋 黄豆酱 来个半勺 然后半勺白糖 水已经开了 然后这时候就把鱼头放进去 料汁给放进去 盖上盖子 然后差不多中火给煮个二十分钟 这个面团饧得差不多了 给这个面嘛 然后均匀的拽成几个小段 这面团吧 然后给擀成长条 擀平以后啊 然后抹上一层油 放上这个葱花 从一头给叠起来 都给包起来 包在里面 好 看一下 一张普通的那个葱花饼就做出来了 好 饼铛 预热 差不多上一下两面 然后加热个三分钟左右 鱼差不多煮了有二十多分钟了 然后这儿就给盛出来了 鱼头啊 香起酷鼻啊 撒上点葱末 然后放两根香菜 这个饼啊 然后现在给切一下 那个饼我给切一下放进去 然后这边还有两块饼 红烧鱼头饼啊 嗯 我跟我爸两人在家吃的贼爽 大家如果喜欢吧 你看可以照着试着做起来 小夕也是第一次做这个葱花饼的 特别简单的 你看好多层